可是制定函数要怎么制定呢? 1,插入一个什么? 一样一个方选 那你必须要给引数 所以引数的话有几个 邮递区号,乘4,一直到楼 中间要逗点嘛 它会跳出来 所以我刚刚讲的制定函数部分呢 可以写两种 不过我想 最后你应该不会选择第一种 因为这边的话蓝位数太多了 有没有 邮递区号,乘4,一直到楼 哇,这么多个 给使用者他可能会骂说 怎么这么麻烦啊 为什么不能给我刷一下就好了 当然你一定要符合他的要求 不然他一定会 会有这种argue 好,那这边的话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不过方选会稍微简单一点点 为什么?因为返还给自己 地址函数 那我顶多是判断什么?如果 断 不等于空的 then 不过你会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这样可以写一行呢? 特别注意哦 跟各位讲原来应该写成什么样 写成这样子 and if 对不对 这样才对啊 因为他的断过来 那我就如果他不等于空的 那就几 就是 什么 这个就是他嘛 几段 OK 然后再把它丢回去给他 放在他里面 其实也可以拿引述 拿来暂时存放资料 可是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你原来应该写成三行啊 那为什么你可以写成一行呢? 跟各位讲哦 一幅有另外的写法 如果你的执行里面呢 只有一行 只有一行哦 你可以怎么样? 写在后面 但是如果你有两行以上的话 很抱歉 不能写在后面 OK 特别注意哦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如果你只有一行 可以把它搬到后面 这一行可以什么? 把它搬到后面执行 但是如果你有两行就不行 所以其实上面这个可不可以 上面基本上这个也可以哦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 里面这一行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一行 搬到后面去 然后呢 把这个拿掉 有没有 把这个搬到后面去 这个拿掉 诶 这样感觉好像 程式又会更短一些些了 我应该知道我在改什么啦 OK 大家其他都一样 我就 诶 诶 你会发现 程式突然变短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吧 以后这个是一个规则啦 反正你就把它记下来 但前提就是里面只有一行 你不能两行你也把它搬到后面 那就不对了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判断 断 向 弄 号不用 所以最后的话呢 楼判断完之后就返还给地质和地质函数 把这些 这些 这些 全部串在一起 丢回去给他 就完成了 另外那个范围的部分呢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那个范围选起来 先丢给个A 那这个选起来之后的话 基本上呢 它一定会有一个 这个资料 里面的话你可以切割 我讲过了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 一列 低蓝 所以A 1之1的话呢 就是抓到优利区号 A1之2 就抓到台北市 3 4 5 6 7 8 OK 所以有8个蓝位 我们用 类似一样的方法 把它怎么样呢 稍微串一下 所以这个上面 顶多是 这个地方改一下 其他大概跟上面差不多了 判断一下 最后 就把1之1 1之2 1之3 全部呢 就再串在一起 返环 就OK了 所以这个地址 函数范围 比较重要 最后我们demo一下 范围 所以你会发现 刷一下 全部帮我串完 放过来 感觉 很棒 OK 所以以后呢 你如果可以 做出这样子的 制定函数 应该会还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做完 以前可能要串串串串串 串半天的 现在不用了 只要刷一下 全部的答案就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部分 刚刚讲的主要 一是 先清除 输出 二的话呢 就是 在这边 插入 两个 一个是 这个我就不demo了 这个感觉会比较棒 刷一下 你可以给它范围 游地区号到这边 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感觉还蛮棒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利用地址合并范例 把这个前面讲过的VBA 再复习一下 呢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